好的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做運動的一些心得 就是呢我最近一直在做重訓 重訓在於是讓你的肌肉越來越大 可是脂肪越來越小 消耗的是希望是脂肪這樣 我覺得除了運動還有飲食的控制很重要 所以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吃什麼 大家會看到我桌上有地瓜 那地瓜其實我平常如果是沒有時間自己煮五股米 我才會選擇 因為這是便利商店最快速然後最好的有纖維質的澱粉類 以桌上來說你現在看到的其實是蛋白質居多 蛋白質是什麼就是無糖豆漿 雞胸肉 蛋本身 這些都是蛋白質的來源 通常是你體重多少就是要吃多少公克的蛋白質這樣 對於我現在有在做運動的人這些蛋白質可能還不夠 我可能還需要再多一份肉類這樣 大家會覺得那我吃蛋白就好 蛋白有蛋白質蛋黃什麼膽固醇啊脂肪過多 其實真的也沒有這麼嚴重 除非你本身身體有些疾病是不能吃蛋黃的 但是其實像正常的一顆蛋是八公克的蛋白質 如果你只吃蛋白的話蛋白大概只有兩三公克 其他全部都在蛋黃裡 所以你其實多吃蛋白 累積的蛋白質是很少的 然後為什麼要吃蛋白質 這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是蛋白質是長肌肉 然後當你的身體肌肉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看起來就會越來越瘦 肌肉越多脂肪就會越少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說要減體脂 就是因為要把身體裡面的脂肪給去掉 去掉之後呢你的肌肉才有空間長出來 所以才要運動 你只要吃得健康 你一樣可以吃得很飽 對身體很好 所以我覺得都是緩緩相扣的 運動 控制飲食 你就會有非常好的身材